哇 米饭就蒸着 好暖和啊 这 米饭就让它放在这蒸着 我把瓶子拿下 再去那个井里面再打起 打几盒水来 待会洗锅啊 洗碗用 因为我今天上午起来 洗漱的时候把水用完了 这才应该能 耐得住烧 让它烧着 我们去打点水 我昨天就在这个地方 往那下去 往这个岔口下去 有口树顶 在这打的水 不知道这个水是他们村里面的 供用的还是人家人家的 我昨天来打招呼 没有人 我自己就打了 好像还是没有看到 人在这里 不过他们有打水 看 哎呀 没绳子 就这个树井 哇 昨天有绳子 那个小桶不见了 我怎么打水啊 我找根绳子 找根绳子 用我这个桶打 哎 我看这个井边有这种 旧绳子 我紧这个旧绳子 哎 记上拿我这个桶去打 不过这个太轻了 肯定不行 对 在上面刷个石头 哎 这边刷个石头 哇 别把底搞脏了 在 绳子一端刷成绳 另一端刷个石头 放下去应该就可以了 打点水 哇 我们小时候喝的那水也是井水 都是去打 试一下 看一下这瓶子在慢慢的钻水 应该是钻着的 哎 钻着了 这桶口 桶口 不能让它全部没入水中 没入水中它就不进水了 稍微提着一点点 让一半的 桶口在水里 一半的在水外 它就能接水 哇 接满了 桶全部没进去了 昨天晚上那个井边放的桶 应该是村民家的被人家 应该拿走了 不拿走的话 那个桶一桶打上来 一倒就行了 不过这也不影响 这个绳子 是我井的一截一截 截起来的 把它 这样卷起来 给它放到井边吧 我给它放到井边 万一别人来了 要用 也可以用 水打散了 回去看一下米饭怎么样 还好在那个路边找了一个绳子 而且没绳子的话 今天吃饭之后锅没法洗了 柴火都烧尽了 但是水还还开着 米饭应该要熟了 米饭差不多了 起锅烧油炒菜 火挺大 哇 多给力哦 炒吧炒吧 哇 烧油 烧油 哇 辣椒跟花椒混合物 好香 加入豆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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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掉进去了 嘿嘿嘿 哇 哇好香啊 再加入辣椒 哇 塑料袋干掉锅里炭了一下 应该不影响 吃一点多不死 真的是 啊 煎油 哇 咋回事点今天 今天做菜 今天是 塑料袋子掉进去 这次有煎油饭多了 哎呀不能放盐了 放了这么多煎油 尝一个试试 哇 嗯 酱油太多了 绝对多 没收住吗 再来点醋 醋要少了 够了够够够够 哎呀 掉了一块辣椒 没过三秒 可以了 可以了 嗯 好吃 嗯 可以 酱油多了 不好吃啊 哎呀 多太多了 不好吃了 不好吃也要给它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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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了 烤着火 吃着中午饭 这就早午饭 现在是上午8点左右 我一天就吃这一顿 煮了这一锅米饭 我把它一分为二 昨天晚上也饿 一大锅米饭已经吃完了 一分为二吃一半 留一半在路上 哇 有点晕 留一半吃一半 看看锅冰的有点有点黑 是因为火太大了 火太大炒了锅盘面有点焦冰一下 满满的一大锅 这锅吃完不得日行200里 嗯 在江南 整个江南地区朋友挺多的 嗯 我准备一路找他们撑饭 撑着撑着走 嗯 好吃 转寒作吃 吃播吧 这青椒 一点都不辣 脆 脆甜脆甜的 口感真好 我就喜欢吃这种不辣的 但凡有一点辣的辣椒 我都不喜欢 有点重 得令令毕丽了 烧完了这些柴火还是要 给它浇点水 确认它全部都灭了 让它这个火星子有可能飞了 把其他地方顶着了就不太好 那个石头的话我就把它放到这个路边了 因为它本来也就是这个坑里面的 我从坑里面拿出来 给它放到路边 不影响这个道路正常的流通就行了 主要是要把这个火给搞干净 要确保它灭完了 可以 这降温有点快了 我这个一双袜子已经厚不住了 我又 我那双薄袜子已经厚不住了 我又给它换了一双厚的 走吧 这火是彻底的灭了 出发 曾经的荒唐 那放不下的倔强 而沉重的行囊 快要粉烂在这路上 谁不是在流浪 疲惫的快失去方向 也曾细心的装扮 那抹不掉的坚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